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19年10月27日,星期日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香港的情况 香港呢,一如既往的,到了周末以后呢,他们就是到处的打砸抢烧 这个周末呢,他们也不例外 首先我想说一下啊,就关于他们攻击警署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香港的警方呢,其实挺令人费解的 你说他们是不振压吧,他们其实也挺卖力的 你像他们出现场,当跟那些暴徒正面交锋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挺卖力的 但是你要说他们卖力的吧,有很多现象真的不能解释 你比如说,他总是慢那么一拍两拍的 总是让他们先是跟那打够了,砸够了 他们走了,警察才出现 你说警察如果说不可预计,他们都是快闪 不可预计他们在哪儿,这好像是有情可原 但是有一点我就不明白了 那些个暴徒,当他们围攻这个警署的时候 我就不太明白 有的时候我们从镜头上来看,他们在那围攻警署 其实时间还挺长的呢 就在那个警署的下面就跟那儿罩啊,跟那儿骂呀 跟那儿扔啊,跟那儿砸呀 其实不是一时半会儿啊,得有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呢 还像这个警署扔汽油弹 每个周末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每个周末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还不止一处两处的警署被他们这样围攻 诶,那是警署诶,那是警署诶 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那些个警察 警察应该知道,每个周末他们都会围攻这个警署 你能不能事先在这个警署里面 因为那是警署,你完全可以有备而来,对不对 他们一出现了,你就出来,把他们就给抓了呀 但是为什么警署能够成功的被暴徒来围攻了呢 有的时候我们还看到,那警察就在那楼上 还打一牌子,还用喇叭跟那警告他们 警告什么呀,直接就抓不就完了吗 这真的是不明白 这个事情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好,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呢,我就看到今天有一个报道 说香港的警方呢,现在警力不够啊 警力不够,怎么办呢 他们现在在反聘那些退休的警员 据报道说,江港呢,正在酝酿这样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呢,正在草逆当中 等到准备好了以后呢 要召回差不多得有上千个退休的警员 我就想说什么呢 要是人手不够啊 招一点得力的 中国人本来就是体制呢 其实就不是特别的好 你再加上这个东西 平暴治乱 那暴徒都是些年轻的小伙子啊 都是一些个生龙活虎的 一些小伙子啊 你去反聘那些退休人员回来 能起个什么作用啊 其实呢,让我说呀 香港的这些警察 他们好像上上下下的 都不是特别得力 一筹莫展 不如你去吸收一点 能够特别富有对付暴徒经验的 上回呢,环球时报呢 那个老胡到香港去采访何君尧 何君尧曾经介绍过 就是香港警方如果是警律不够的话 可以聘用一些临时的警察 而这些临时的警察 他们的来源呢 可以来自于世界各地啊 没有必要非得是香港的公民或者居民 是谁都行 就是大陆的那些退伍军人也行 但是呢,我倒不建议聘用大陆的退伍军人 因为他们现在呢 就对大陆特别仇恨 如果大陆的退伍军人来了以后呢 就成为他们的靶子了 当然了,如果他们觉得说 哎,用大陆的退伍军人呢 对大陆的这个退伍军人呢 人身也不会有什么伤害 也不会让他们非常的危险 第一,因为他们身手不凡 第二呢,因为他们可以有一些个战术上的 可以有说三五成群 反正就这种战术上的分组 这种战术能够让他们呢 不至于说有危险 也行 也行 我觉得是雇佣大陆的那些退伍军人 有好多呢 他们曾经在部队的时候呢 勤拿格斗的一些 专门训练勤拿格斗的那些 从大陆聘点这样的人呀 你被聘香港的那退休的警员要好啊 如果说不聘大陆的退伍军人的话 你可以聘美国的退休警察 美国的退休警察呢 他其实是有两类的 他跟中国的退休警察不一样 香港的退休警察和这个大陆的退休警察呢 可能都会说年龄大了退休了 这么一种退休的原因 但是呢,美国不一样 美国那些个退休的那个警察 有的时候呢 他因为某种原因吧 他就不干了 因为在美国那警察挣钱也不多 那也不是一个多好的一个职业 也不是就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干那个职业 也不是所有的人呢 都想把那个职业干到底 FBI的退役的 并不是退休是退役 你像那个光文贵 他在美国雇佣那个保镖 他雇的就有FBI退役的Officer 香港应该在美国雇佣一些那样的 身体素质比较好的 然后呢,对于对付这个暴徒 比较有经验的 这样的一些美国的前景员 雇他们 也可以雇他们的Officer啊 也可以雇他们这个指挥官 比较有经验的指挥官也可以 雇来以后 看他们有什么新鲜的招 对付这些暴徒 好,这是关于香港现在警员不够 要雇退休警员这件事情 这是我想说的 第二,我跟大家呢 今天报告一个 这是我今天呢 看直播我看的 有一个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位男士 今天呢 在香港 那个什么地方 油麻地还是什么地方 在那个油尖旺 那个地方 油尖旺 来自于大陆的一位男士呢 被他们打的要简直是满脸是血 满脸是血 满头是血 但是呢 没被他们打死 也没被他们打扮死 也没被他们打婚啊 能说话还很清醒 为什么呢 现在香港 他们见着大陆的就打 为什么这个人他还敢来 他以为他不会被打 他为什么会以为他不会被打呢 因为他是支持他们的 他是一个汉奸的 他是来声援这些暴徒的 来支持他们的 结果没想到 没想到 刚一露面 然后就被那些暴徒呢 胖揍一顿 打的满脸是血 后来呢 他们想 哦不要打 不要打 不要打 我是自己人 不要误会 误会了 误会了 我是支持你们的呀 我是支持你们的呀 然后那些暴徒一听说 啊支持的怎么回事啊 还有那个记者呢 就赶紧就来了 就来问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这人就解释说 我是来支持你们的 我是支持者 我是支持示威的 我可以把生日给你们 我也不知道他一个生日 能够替他解释什么 可能是表示他的诚意吧 有可能 反正呢 他就解释说 我是支持你们的 然后那些人呢 才停止来打他 然后就满脸是血呀 记者呢 就拿纸 开始给他擦 然后还倒水 给他清洗 他那个脸上那些血 你说你呀 以为自己 是一个汉奸 支持港独的 到了香港 应该是比较吃香啊 应该是跟他们 站到一起比较受欢迎 结果没想到啊 刚一露面 结果就给一顿的臭臭 臭臭成这样 还好 反正是 他还有机会告诉他们 我是你们的同盟 然后那些人才没有打他 好 我今天的视频呢 我主要是想跟大家说 这么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警察 应该是加大力度 如果是有预见的话呢 一定要做好部署 有预见的 他们会来围攻你警署的 警署怎么可能 让他们围攻成功呢 这表示你警察也太无能了 没脑子啊 还是怎么回事啊 不想来抓他们 还是怎么 你如果是像这样的情况 你都能让他们成功的话 你会让这些平民们 以及这些香港以外的华人们 会以为你们这些警察 是纵容他们的 好 这是其一 第二呢 就是人手不够 需要增加人手 不要去雇那些香港的退休警员 要顾大陆的 受过训练 勤大格斗训练的那些退役的军人 最起码的 要顾那些美国的 具有跟暴徒来作战的 具有对付暴徒 很有经验的那些个退役警员 美国的英国的也行啊 西班牙的呀 对吧 都行啊 这些国家就是人种上 他们比较人工马大的那种 他们那种人种的身体素质比较好 他即便是一个50岁的人 他仍然是挺能打 但是你要中国人的话 你要到了50岁 这个身体就不行了啊 人种的身体素质不一样 好 这是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 我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汉奸到香港去 以为会受欢迎 结果被臭揍一顿 就跟大家报告这么一事 好 这个视频呢 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